新北市的傳統市場或是夜市裡的美食 怎麼樣一次吃個過癮不容錯過呢 機會就在今年 2019新北好市節美食嘉年華 新北市副市長吳明基在記者會上打扮成美食收服家 挑戰30秒製作夜市出名的點心 營養三明治 歡迎大家別錯過這一些代表性的美食 我們特別選出前10名 包含市場包含我們夜市 前10名的這個攤商 我們把它組成美食的這個套餐 套餐組合 所以這個是非常特別 我們過去一档一档也不吃 但是我們把它組合成套餐 我們希望大家將來在市場或者夜市 我們希望讓消費者 他可以享受一個更完整的體驗 活動當中預計登場的50攤美食 是經過民眾共同票選 足以代表新北市的傳統市場和夜市的嚴選精華版 想要一次吃遍29區的各大小吃 9月28號 29號兩天 再怎麼忙都得排個行程 到板橋府中非常熱氣來朝聖 夜市跟市場 其實這個是通常是我們市民非常好的一個美好一個記憶 跟回憶的一個地方 那裡面有很多的人情味 那所以我們除了7月26到8月18的網路票選以外 那我們每年大概在9月底大概會有這個美食嘉年華的活動 過去一年大概是20攤 今年我們特別增加到50攤 50攤 這麼多的傳統市場和夜市的美食相信會讓人味蕾大開 另外新北市府預告活動當天還有好事音樂會 邀請市民朋友邊吃美食邊感受現場的熱鬧氛圍 數位天空新聞 新北市板橋採訪報導